这有大坑 这也太深了 太吓人了 这里面有火烧的痕迹 怎么可能 什么玩意儿 太恶心了 你跟潘家园一定会出名的 回你一顿 你拿着这玩意儿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 最近我韩哥不知道咋回事 就迷上挖矿了 跟我说特别适合郊油 特别适合春天带孩子 甚至能挖到叶明珠 我咋就不信呢 所以今天他就要亲自 带我去挖矿看看 那本期春会玩呢 我们就是一次军郊的挖宝石之旅 我们先去怀柔的将军 你这拿个啥锤子 我这老好的锤子了 15块钱买的 我上次拍节目 就拿你这么个锤子 被人一顿喷说不专业 所以这回我就直接 一百多买了一个专业地质锤 我这砸坏了不心疼 多好 多好 不管黑猫白猫 爪的耗子都是好猫 你这个锤子拿得不对 这么拿 这么拿是专业拿地质锤的姿势 并且别这么晃 这么拿就是挖地质的 要这么拿就是过来偷石头的 所以得专业点 走 这个营石它其实就叫浮石 就是浮化钙 远古的时候 这点都是火山 火山岩浆里面还有浮 它在整个岩浆喷发上浮的过程中 它跟地质地壳里面这个钙 直接就形成浮化钙 然后就沉积在地层过程中 就成了现在这种精英剔透的营石 但是因为这个结构太过于脆了 所以它不能算是宝石 长此能当个生产原材料 比如说什么半导体 电子之类的 对 不是什么稀有的一些的矿物 还得再往上大概走20分钟 帮我们努力 那个房子那小哥 那应该是咱们原来宿舍 我觉得矿脉就是应该在这个房子这附近 这个东西矿脉差几十米 就是有跟没有的区别 这有大坑 这太深了 这里面确实很大 太吓人了 这里面有火烧的痕迹 这肯定这有人下去过 SRT就可以从这下去 这山体里面跟那边是通着的 一往后走 这边也是 怎么站在一个桥上 有点吓人 一般北京的石头山 很少有这种大裂骨的洞 还是挺危险的 这边已经路边都有好多小的料了 咱们找单独的 稍微大块一点的 裂稍微小一点的 你看这个 上来就剪一个 这是透的 绿的 这个是不是能带去潘家园上 这不行 一分钱不值 走了 走 这个营石就比上回那个黄铁矿 要好找多了 现在这满地都是 要挑一些质力比较好的 块比较均匀的 有点意思了啊 朋友们 看 稍微有丢丢的肉 稍微有丢丢粉 对不对 这给小朋友多高兴啊 洗干净了 拿牙刷刷一刷 一会儿预测更好了 再把这扔了 现在这先揣兜里 砸开以后 其实这样一块还好 但不是很完美 回家洗一下看看吧 先留着 先留着 上面肯定还有好的 看这一大块 上面都是营石 而且能显示这种绿色 其实营石的颜色 因为里面会有一些元素 比如说铜啊 比如说铁啊 蒙啊这样的元素 它就会显示出来不同的颜色 但它里面并不是有鳞啊 之前有一些人说 说因为它亮 因为里面有鳞 并不是 这个我必须得留着 这块太好看了 那就舍去这块吧 有舍才有得你知道吧 看这块啊 这底下全都是皮子 这上面是一块营石 还是挺漂亮的 摆在那儿 有点意思 这个矿啊 是原来日本人开采的 直接运回国内 当时当做工业的物资 现在中国也是世界营石的出口大国 哎 这就跟刚才的颜色不太一样了 这是发紫色的营石啊 我家闺女最喜欢紫色的营石 哈哈哈哈 搁屁兜里 继续找 这肯定也被人翻800多遍了 我就要找一大块 我就要找一大块 发现了一个好方法 哎 我就在这挖 哎 我就坐这挖 总是能挖到好的 这个不好看 这个怎么样 这个也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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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看 看我现在手里的啊 一个比较透 一个比较绿 一个是这种赤黄色 一个是粉色 待会我去跟郝老师 显不显不显不显 很多人老说这个营石 也就是这个浮石 它是有核辐射的 那我们现在打个看一下啊 一般我在城里面测 大概就在0.15的0.20之间 换算下来 大概在城里面 每年受到的自然大气环境下的一个浮射 就是在1500左右 而这里面并没有比城里面更高 所以这块的电力浮射水平 是完完全全的 正常的 韩哥 你这边出傻货了 就是出了点小浅粉 这种是不是就可以自己走了 早餐干啥 回家 真是逗孩子 你找一小石头座 跟那一摆 刷干净了 也就是如此了 我的老练了 特意爬那么抖的地方 诶 我这啥颜色的东西 粉不粉 这什么不玩意儿 这扔了 这什么呀 这太可心了 这个好 这还行 这个粉的 像个玩意儿 嗯 挖着玩意儿了 这像玻璃瓶子 这还可以 你块儿大呀 透亮就行 你这还真出货呀 这瓶大一块儿呢 跟大块冰糖似的 刷干净逗小朋友绝对可以 但是你刚才说 去拿他逗人潘家园的大哥 我跟你说 你跟潘家园一定会出名的 加一起 这只是一分钱 我们觉得我们今天的成果 不是特别的满意 但是我还做了一个更好的矿场 也是银石吗 对我们去挖水晶 走 水晶就更像玻璃了是吧 对更纯 我觉得我跟小哥这个银石挖的非常的不起劲 因为都已经是那很小块了 没有什么大的成果 我们俩现在直接转战到了北京西边的门头沟 这块呢叫做龙口灰厂 水晶树比那银石还值钱啊 水晶对吧 灰姑娘那个水晶鞋 你想那个感觉 找到个全透明的 结果是个玻璃厂 韩哥这地方光秃秃的也不像 感觉这地方应该大多数都被挖过了 第一个来看见那种大粉山 所有人都翻这儿 所以一定不在这儿 对 失败了 我们现在继续往里走 好货应该都在里面 哇塞 这个就是前人在这里 找着一个小洞 这个岩壁上有很多很多石鹰 底下掉的一堆 上面呢还没有结成水晶 估计今天很难找 因为这个地方来过的人 实在太多了 不知道韩哥那边有没有收获 瞧瞧 这上面那个石鹰的纯度 确实还不错 走继续往上走 不是 这是白糕泥 你看这块石头 这块石鹰中间的这块就类似于水晶了 稍有点透亮了 越来越接近答案了 越来越接近答案了 走 没了灰飞烟灭了被我砸了 那块又有一个大哥在那砸了 拿一小锤子 您那有吗 没有 二哥来瞎瞅瞅 这也没有 您是在哪知道这块能有水晶的 从王平口村下来 那是挖黄蝶矿去了吧 在哪看着挖黄蝶矿 大哥刚从王平口村来 我以为是看我节目去挖的黄蝶矿 这下没有水晶 我们都是来挖水晶的 水晶不值钱 对 就是乐呵 对吧 给您个锤子 您也挖会 我挖一块 我给您 您给老伴带回去 关键是我现在没挖着 你怎么能苦难 你看寒哥 无好净 我没有在乎 我们待会儿 把这个 通通放这个矿山里边 让它挖出来 看看它什么感觉 知情知情 快快快 你给这个 通哥买点钱 一会儿 这挖一天啥没挖着啊 没来了 还不如那营石洞的 那可不可 亨哥你看这个 找一个这个 这绝对是真的了 柱状的单体的 这好 咱今天终于有收获了 这得放这了吧 这都被人砸遛够了 这浮表面上 一个柱状里的水晶 我这个照顾你周到点 这万一回家 没法跟小朋友交代呢 留一个 给我买的 你往上买的 给我买的 给我买的 真是 那能给他藏石头底下呢 对不对 藏石头底下 怕你找不着 可以 这就是我今天挖了的 回去跟小朋友交代去了 有收获了 应该有点泥回家 走 这有意思 领导开心了 工作就保重了 喜欢记得分享哦 那能给他订责的 请不个人 zach 疏 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